龙形戒指竟然活了过来 刺溜以下钻到手背上 抱住小拇指 尾巴一甩缠了上去 随后收起翅膀 一动不动 男孩也是一脸的蒙圈 从头到脚看了一遍 手指动了两下 墙就晃动起来 手一甩 盒子掉到地上 又挥了两下拳头 木板凸了出来 紧接着用力一锤 木板裂开 从里面掉出一个套娃 他用三只手抱起来一看 上面还画着一个漂亮的大胡子 突然一阵绿光闪过 紧接着出现一道红线 男孩手一抖 套娃就掉到地上 随后从里面爬出无数蜜蜂 他们汇聚到一起 越来越多 竟然成了个人形 跟套娃上面的一模一样 他被封印了整整一千年 可上来就想找小帅的麻烦 伸出魔法棒 却被一拳锤到房顶上 原来是大壮来了 随后两人打了起来 大壮使出归原弃弓 大胡子用出三味真火 两人打个难解难针 小帅拿起套娃一看 图案变成个妹子 随后想逃出去 却被大胡子拦住去路 他让小帅交出套娃 可下一秒 大壮把他扑倒在地 随后把手伸到罐子里 他们变成沙子被封印起来 小帅打开门跑了出去 随手把套娃扔掉 这时老师跑了过来 他说 屋里有两个魔法师正在打架 和老师推门进去一看 里面非常整洁 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他也是一脸的好奇 十年后 小帅成了物理爱好者 没事的时候 就放出几个闪电玩玩 而罐子被一个收藏家得到 他不停地晃动起来 突然盖子打开 从里面冒出一股黑烟 盖子突然打开 从里面喷出一股黑色烟雾 随后慢慢汇聚到一起 竟然出现一个人 随后他抱起罐子 从窗户里扔了出去 罐子下降了500米后 一股黑烟冒了出来 竟然又出来一个人 在落地的最后一刻 抓住了阳台 这才捡回一条命 大胡子找到小帅 让他交出套娃 可套娃早就被他扔掉了 于是转身就跑 大胡子看到桌上的杂质 便出几只恶狼 快速向小帅追去 幸好被门禁挡了一下 可这些根本难不住大胡子 小帅在地铁里跑着跑着 突然摔了一跤 回头望去 恶狼扑了过来 可下一秒 竟然变成了小奶狗 随后一只金翅大鹏落到地上 原来是大壮来了 瞬间把大胡子困住 在地铁来临的最后一刻 坐上大鹏鸟飞走了 大胡子也打破封印 捡回一条命 随后来到神秘屋前 用出魔法 回溯到十年前的场景 看见套娃被一个中国老太太捡走了 大壮她们也感应到套娃的位置 来到了唐人街 走进一间古董店 出来的正是当年的老太太 突然大壮一巴掌把她拍飞 原来这人是大胡子假扮的 而身后出现无数蝴蝶 随后形成一个帅小伙 她脱去外套 手一伸 无数飞针就悬浮到空中 紧接着向大壮射去 被她用皮夹克挡了下来 随后就是一掌 把小伙打飞 而大胡子被手串缠住脖子 没一会儿就被五花大绑起来 套娃也被抢了过去 小帅见到小伙后 一脸苦笑 二话不说转身就跑 小伙低头一看 胸前的龙瞬间活了过来 一条五爪金龙竟然活了过来 旁边的龙头变成金色 张开了血盆大口 随后身子也不断变化 五龙的人也是一脸的蒙圈 脚瞬间变成了龙爪 下一秒 就出现一条真龙 小帅急忙钻进楼里 可真龙紧追不放 幸好走廊比较狭小 真龙被卡住了 随后他从窗户里跑了出来 伸出左手 想召唤出魔法 可半天后一点反应都没有 小伙一低头 火龙转了一圈 真龙就冲了出来 向小帅咬去 小伙手一抬 真龙慢慢爬了上去 眼看离小帅越来越近 他摒弃杂念 戒指瞬间冒出一道金光 真龙就着起火来 挣扎两下后 一声嘶吼掉了下去 只剩下几个五龙的人 而大胡子劫持了小帅的女友 他迫不得已 把套娃和龙形戒指交了出去 随后他来到市中心 把套娃放到水池里 伸出魔法棒 套娃瞬间破碎 从里面钻出黑色液体 最后变成一个美女 他就是邪恶女巫莫甘娜 只见他伸出双手 念出咒语 瞬间射出一道火焰 朝着大楼上的雷达冲去 经过几次折射后 空中形成一个巨大的五芒星阵 而大壮想干扰他施法 没想到被大胡子拦住了 有了龙界的加持 大壮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正在这时 小帅赶了过来 启动开关 一道十万伏的高压电流 冲向大胡子 魔法棒被打飞 他也被大壮干掉了 而空中出现无数黑色烟雾 向远方飞去 他要复活亡灵大军 统治世界 关键时刻 小帅女友踹了雷达一脚 下一秒 火焰改变方向 五芒星大阵被毁 亡灵大军也消失了 莫甘娜受到反噬 倒在地上没了动静 随后他的灵魂 从二翠体内跑了出来 原来这才是莫甘娜的真身 随后喷出三昧真火 被小帅接了下来 可就算这样 他依旧不是莫甘娜的对手 只有挨打个份 而地上的高压电线快速伸长 接到路灯上 下一秒 变压器启动 百万伏电流 瞬间冲向莫甘娜 小帅也不遗余力地 放出能量光波 最后莫甘娜变成沙子 随风消散了 毛毛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 今天 疼 老 疼 老 疼 老